财政司司相,陈某波说,虽然推出了四轮疏困措施 但目前经济正是走下坡 如果投资者信心被削弱,也都难以撒停下行的经济 展程风报道 陈某波在网子上载预算案宣传短片 而一只打着胎的四眼蜜蜂四怀飞 他说现在正是收集市民对明年2月发表的预算案的意见 为经济严冬做准备 他说预算案基本方向都仍是撑企业、补就业、振经济、输民困 他说持续半年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击 重创零售、餐饮等学业 虽然推出了四轮疏困措施 但目前经济正是走下坡 如果投资者的信心或者是香港的根基被削弱 即使是透过行政手段稍为缓和痛感 都难以撒停下行踪的经济 陈茂波说任何暴力和激进手段 只是会令到事情更加难化解 香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重会正轨,重新出发 食物救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在网至提到近月示威冲突之后 香港人的情绪问题 说医管局精神健康专善 由年初的每月2千多个个案 增加到近三个月的超过3千个 不过医管局精神科 目前未见到近月的精神病患者复发个案 有大幅增加 会继续监察情况 有先电视记者,闪称风不得 一手掌握,有先新闻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不得